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总编辑时间 我是陆平 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 不同的国家防御措施 不断地调整升级 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 早在2月23号 就紧急宣布对伦巴蒂和威尼托 两个大区的11个市镇 进行封城隔离 涉及5万人 总理孔特表示 没有特许不许进出 那么意大利政府4号还表示 全国范围之内所有的学校 大学停课到3月中旬 而包括甲级联赛在内的 所有的意大利境内体育赛事 都必须要闭门空场进行 直到4月3号为止 沙特阿拉伯方面呢 就是4号也宣布 停止国内的宗教小朝禁活动 早前沙特宣布 禁止外国穆斯林 入境沙特阿拉伯 进行小朝禁 如今扩展到国内信众 也不能参加了 那么朝禁是伊斯兰教徒 必须要遵守的基本制度之一 小朝禁是朝禁一页之外的 其他的时间自行前往卖家朝禁的宗教义务和仪式 那么据统计去年就有来自180多国家的 750万小朝禁签证持有者来到沙特 评估考虑到小朝禁活动 可能会传播疫情 带来很多的风险 所以因此叫停 而在英国 现在已经确诊病例89例 民众对疫情相对镇静 因为绝大多数的病例都是为输入型的 而随着源头不明病例的出现 英国正在考虑加码措施 不过涉及到社会经济 人道自由 法律权益方方面面 英国政府防御措施相对来讲 是比较谨慎的 那么除了推荐勤洗手的预防措施之外 政府还考虑将正式把新冠肺炎 登记为法定传染病 以便企业在生产活动被取消的时候 可以透过保险政策来申请补偿 来减轻企业的负担 好 这个是我们综合了一下 几个主要的一些疫情国家 在防范措施方面 以及在扶持经济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当然可能这些措施应该还是远远不够 那么在其他的地方也依然如此 包括在日本 韩国 美国当然现在也是一个新的一个 比较受到关注的 疫情受到关注的一个国家了 那么所以其实各国家都在 相继的推出一系列措施 包括通过预算 有的国家的新的预算还没有通过 所以在新的预算里面 也会附加上涉及到疫情防控 以及经济提振等方面的一些措施 所以现在也还只是个刚刚开始 那么今天的主要的新闻 是在中国和日本方面 日本外向茂木名充 星期四宣布 由于处理疫情是当今最优先的课题 所以在中日双方协商之后 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日本的行程推迟 具体的日程 中日两国还将会继续的磋商 我们先看一下报道 日本外向茂木敏冲周四表示 受疫情影响 中日双方协商之后决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原定今年春天作为国宾 访问日本的行程将推迟 具体日期中日将通过外交途径 继续磋商 今年春天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 而中国国家主席访日是十年一次的大事 双方都希望取得丰硕成果 日本认为目前两国关系 已经完全重返正常轨道 也期待通过领导人互访 解决有关悬案问题 本国民室林淼 拿来耗水日本东京报道 那么与此同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表示 由于中国韩国的疫情比较严重 因此从3月9号到3月底 由中韩入境的人员都要隔离两个星期 而日本已经向中韩公民发放的签证 也暂时停止效力 日本政府周四傍晚召开 新冠肺炎对策总部会议 首相安倍晋三表示 由于中国韩国疫情严重 因此从3月9日至3月底 从中国韩国入境日本的人员 需要在日本检疫部门 指定的设施隔离两周 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安倍表示 已向中国韩国公民发放的签证 将暂停签证效力 中韩起飞赴日本的航班 也只能在成田和关西机场降落 日本当天还决定加强对韩国 伊朗部分地区的入境限制 凤凰卫视 林淼拿来耗水 日本东京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日本的日程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双方就已经开始在讨论 那么安倍晋三就是特别的期待 习近平主席当时就讲到 特别期待习近平主席早日访问日本 那么双方基本达成的共识 是在樱花盛开的季节 就是今年春天 可是现在很不巧 就是双方都面对疫情的问题 那么这个事情 疫情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控制 现在还很难预料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双方在此商店 就是推迟习近平主席访问日本的行程 当然对日本的安倍晋三来讲 应该是比较失望 但是这毕竟它不是取消 它只是推迟而已 所以按照现在中日双方关系的发展变化 以及非常好的一个势头 我觉得习近平主席 今年年代迟早都要访问日本的 中日关系应该会比过去更加好 这是肯定的 那么这次的疫情 对双方来讲 其实也是 当然不是好事情 首先不是好事情 但是对双方关系 或者对各自国家的人民 各自国家的政府 在重新思考对方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我想现在为止 在经过这几个月时间的 疫情的防控的过程 和双方的互动 我觉得双方都在重新思考 怎么样来将来 能够更好地跟对方相处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次日本做得非常好 从它的政府和人民 对中国疫情 因为中国先发生这个疫情 所以对中国疫情的关注 以及对中国人的帮助 对中国社会的一些支持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 所以对很多的中国人 我想大部分中国人 都已经改变了过去 对日本的某些边界 那么从日本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遇到这样的一个 比较严重的疫情 应该当初也是没有意料到的 但现在中国人已经开始注意到 就是说日本方面 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同情 所以投掷双方 就对各方用同样的方式 来处理跟对方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保持一个真诚的交往的方式 互相帮助 守望相助 对中日两个关系来讲的话 我觉得至关重要 那么在考虑到中日关系 长期发展的目标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不管将来 在哪些问题上会发生一些 或者再次发生一些纠纷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克服过去的 就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中日关系 我觉得双方都应该 本着比较善意的 真诚的 合作的 友好的姿态 处理双方之间的矛盾 当然也要引接双方 更加好的一个关系的状态 好 另外在美国方面 就是截至到目前为止 美国的新冠确诊病例 已经增加了 超过了150例 那么死亡是11例 那么加州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有 62宗病例 并且出现了首例死亡的病例 那么加州州长4号宣布了 全州进入紧急状态 但是民众对这个事情 已经反应不一 我们先看一下报道 北加州普莱塞县 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 年老病患死亡 死者生前患有长期病症 这也成为加州第一个死亡病例 州长认为 目前加州疫情严峻 有加州居民认为 进入紧急状态 有助于提醒大家 对疫情不可掉以轻心 也有人认为 州长是为了从联邦 获得更多资源和拨款 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但这会引发正常居民的恐慌 目前在药房和超市 口罩基本处于断货状态 很多消毒用品货架 也出现了货物短缺 防号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另外一方面 在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 在白宫会见了美国 主要的航空公司的总裁 那么了解航空公司 应对新冠病毒采取的措施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美国联航宣布将在4月 把北美地区的航班削减10% 国际航班则削减20% 特朗普4号在白宫会见了 美国主要航空公司总裁 就防御新冠病毒听取意见 美国航空公司代表表示 各个航班都已经加强了 全面消毒工作 而特朗普认为 目前在美国国内 搭乘航班也仍然安全 目前在美国新冠死亡病例中 有10例来自华盛顿州 其中多位是来自同一家 老年护理中心 腾斯宣布 美国所有的老年中心 都需要提高卫生检验标准 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公众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仍然很低 易感染人群主要是老年人 来自韩国的数据显示 没有30岁以下的死亡病例 在意大利 感染新冠的患者平均年龄 在60岁以上 死亡病例在80岁以上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美国白宫报道 美国现在已经 这个情况确实也比较严重了 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 150个确诊的病例 其实我估计可能不止这些 因为美国在过去几天时间里面 就是对这个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不是说非常的重视 就是从特朗普 到其他这些官员 我觉得对这个事情 有点轻描淡写 觉得这个事情吧 远在这个其他的国家 特别是大洋彼岸 不可能马上跑到美国去 但是没想到就是美国 现在却染上了 至少150个病例 这个还是一个初步的 然后呢死亡已经11例 那按照如果按照这样的 一个比例来的话 那死亡率很高 所以现在就是差不多 11个州都有 这样的一些病例 那么未来几天 我估计随着就是 世纪核的这个快速的运用 或者是更加有效的运用 我估计这个 确诊的病例会更多 那么到时候呢 白宫方面 我估计可能会面临 新一轮的批评 因为最近这几天时间里面 就是美国媒体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政治人物也好 对特朗普的批评比较多 因为第一个 说特朗普对这个事情 根本就不重视 虽然他这个任命 副总统彭斯去处理这个事情 但实际上他所发出的 任何一个讲话 基本上都发出了错误的信息 包括是过于积极的 过于乐观的信息 使得大家也是掉以轻心 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处理措施方面 美国的医疗系统 我估计可能也面临了 新的问题 因为要遇到这样一个 比较大面积传播的 这个病例的话 我觉得可能它有的东西 是应付不过来的 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它的试剂核呀 包括其他的一些医疗系统 都很难应付 所以现在就是受到的批评 相当之多 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 如果说这个病例再增加的话 那美国整个的这个医疗系统 它的这个应对的能力 当然还有它的防范意识等等 估计都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也就是严苛的检验 还有它的生活方式 因为现在大家认为说 戴口罩没有用或者不需要 那然后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或者坐飞机很安全 就像特朗普讲的 那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走的话 那病例一增加 那它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改变 这是它必须的 好 现在请看一下 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的重要标题新闻 休息一下 再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杜平 美军4号对阿富汗南部的塔利班 据点发动了空袭 就在4天之前 美国才刚刚和塔利班 签署所谓的和平协议 就在发动空袭之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高调的 和塔利班的一位领导人通了电话 所以对于阿富汗 是否能够结束战争的状态 能够执行和平协议 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我们看一下报道 驻阿富汗美军发言人 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美国空袭了塔利班 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据点 美方指这是对塔利班 袭击阿富汗军队的防御性军事行动 呼吁塔利班停止进行 不必要的袭击 遵守和平协议 根据阿富汗内政部的消息 塔利班在3号 对阿富汗各地安全部队 进行了33次袭击 遍布境内16个省份 造成至少6人死亡 而就在几天前 美国和塔利班2月29号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正式签署了和平协议 名义上终止了双方 为期19年的战争 而根据协议 美国承诺在未来14个月 逐步撤出阿富汗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接受采访时 还大秀与塔利班政治领导人 进行了通话 言谈甚欢 但就在协议签署一天后 塔利班又宣布 不再履行部分协议 因为阿富汗政府拒绝在10号前 释放5000名塔利班战俘 随后在3号 发动袭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跟塔利班签了个 所谓的和平协议 实际上是美国很着急 希望能够用这种 和平协议的方式 让他自己全身而退 也就是说交给阿富汗是和平 当然这个和平是在纸上的 那么美国就完成了任务了 经过18年以上的这种战争状态 美国终于脱离了 这就是他给自己做了个交代 给阿富汗做了个交代 当然给世界做了个交代 但是呢 好景不长 刚刚签署了协议 而且特朗普跟塔利班领导人 刚刚通完电话 就开始发生军事冲突 问题出在哪里 当然出在阿富汗本身 它就没有和平的基础 这个和平的基础 到底是什么 包括比如说像那个 阿富汗政府 阿富汗政府 是否能够控制整个的国家 包括他的这个安全部队 在全国各地 是不是有他的权威性 或者是能够确保安全 第二个塔利班的实力 还是很大 很强 他随时可以发展攻击 他只要补满政府 就可以打 那美国当然就说 你怎么离得开呢 肯定还要帮助阿富汗政府嘛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所谓的和平协议 是一张白纸 没有任何效率 也没有任何意义 实际上他刚刚签署 都已经是被撕毁了 问题呢是这样的 就是主要是塔利班 认为说阿富汗政府 抓了很多的 他们的一些塔利班的士兵 几百名关在牢里面 不愿意放 那现在的塔利班 这个当然感到很不高兴 肯定要把这个 他们自己的人要捞出来 那阿富汗政府也是一样 他们原来的军警 也是被塔利班给抓住去了 抓了当然人不是那么多 但是关在牢里面 怎么放呢 双方怎么来交换战俘 交换这个犯人 没有任何安排 所以美国跟塔利班所 签的和平协议 连这个重大的事情 都没有做安排的话 那怎么来执行 所以呢 所谓的和平原则上的 这个协议 原则上的这个表述 或者是意愿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 根本就没有任何下落 所以打战继续打 肯定是肯定的 所以留下阿富汗 留下的阿富汗 对美国来讲 留下的阿富汗 依然是一个战争状态的阿富汗 好 下面聊新闻的是 俄罗斯总统普京 5号在莫斯科 和到访的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会面 讨论就叙利亚 北部伊德利普省的冲突 达至停火协议的问题 普京同埃尔多安握手 然后举行会谈 普京对日前在伊德利普省冲突中伤亡的土耳其官兵表示慰问 指冲突不允许再发生 不能破坏两国关系 埃尔多安表示 相信会谈有助解决问题 叙利亚政府军上月底空袭伊德利普省的恐怖分子 导致多名派驻到当地的土耳其官兵死亡 土耳其随后展开报复 双方冲突不断升级 叙利亚局势再度紧张 也引发新一轮难民潮 土耳其表示 不会阻止难民经土耳其进入欧洲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方面 乌克兰议会4号投票 通过总理公洽鲁克的辞职申请 并且批准史米加尔出任新的总理 公洽鲁克也成为乌克兰最短命的总理 乌克兰议会最高拉达 4号召开特别会议 经过投票 先后批准公洽鲁克辞去总理职务 副总理史米加尔担任新总理 并通过了新内阁成员名单 现年35岁的公洽鲁克 去年8月才上任 是乌克兰历来最年轻的总理 今年1月 社交媒体流传一段 疑似公洽鲁克的会谈录音 其中有批评总统泽连斯基的言论 公洽鲁克随后请辞遭到挽留 不过泽连斯基表示 撤换公洽鲁克 是因为他未能遏止工业生产下滑 达不到税收目标 44岁的史米加尔 精通英语和波兰语 曾在乌克兰大型能源企业任职 上月才被任命为副总理 他表示 面对财政危机要修改今年预算 削减政府官员薪酬 又表明强货币损害出口 另一方面 加拿大外长商鵬飞当天访问乌克兰 同泽连斯基会面 两人谈到今年1月乌克兰克基 遭伊朗击落事件 包括展开全面调查 以及向遇难者家属赔偿 双方还讨论了乌东地区 继续等议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在法国 星期四早上一列高速火车 发生了脱轨事故 导致20多人受伤 火车司机伤势非常严重 目前已经被救援直升机 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我们看一下报道 事故发生在法国东部城市 斯特拉斯堡以北30公里的路段 由于路低的塌陷滑坡 导致了一辆开往巴黎的火车 在运行中突然脱轨 一名坐在前列车厢的乘客形容 事故发生时 突然感觉到强烈的震动 似乎车窗的玻璃也受到撞击 火车司机在发现意外时 紧急启动了刹车机制 导致车头脱轨 并带动了其他车厢的歪斜 但是火车并没有倾倒 司机由于紧急措施受了重伤 被赶来救援的消防队 送往医院抢救 法国铁路公司在官网上宣布 由于发生了高铁事故 出于安全的考量 当地的铁路网从早上开始中断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 还在调查当中 凤凰卫视江新 巴黎报道 好 最后请你浏览一下 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那么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就到这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